新气急在南宋一辈子不得志,但是没穷过 他试写过,毛颜低小,西上青青草 您可别以为那是他住了一座很朴素的茅屋 人家住的是自己建的庄园 今天是儿童节,咱们讲一首比较俏皮的词 新气急的清平乐村居 这首词简单易懂,所以咱多讲讲背景 毛颜低小,西上青青草 醉里无音相昧好,白发谁家翁傲 大儿除斗西东,中儿正知鸡笼 醉习小儿无赖,西头握拨连碰 只要了解了新气急的超能力 您就知道这首词写的肯定不是他们家 彼时的新气急确实是因为遭到排挤打压 失业被迫隐居了 可是造成这次失业的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他在江西做安抚史的时候 在信州的戴湖边给自己建了一座庄园 这座庄园就叫驾轩 新气急别号驾轩 宋代的红麦写了一本驾轩记 里边说了 新气急这个园子占地一百七十亩 装潢别致,房屋有上百间 这是后来人家隐居的地儿 因为这房子太好了 1181年冬天 监察玉石以驾轩庄园 过于豪华为由 弹劾新气急 并且翻出了他在湖南时的旧账 说他据脸民财贪婪残暴 那么说新气急在湖南都干了什么呢 他刚被派到湖南的时候 做的是转运副使 主管财富 无力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可当时的湖南因为种种原因很乱 新气急刚到那儿 就赶上了一次农民起义 正是因为镇压这事不归他管 所以他以旁观者的角度 观察了这件事的原委 结果是给宋孝宗写了一份论盗贼杂子 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 简单来说 老百姓因为层层剥削 没有活路了 新气急认为 要治理盗贼 得先治理官吏 难得的是 宋孝宗认同他的说法 把新气急的官职 变成了谭州之州 奸湖南安福使 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处理这些事 于是乎 新气急对这些地方豪强 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展示以武力 终于把他们摆平了 然后滋生了一个想法 他想建一只飞虎军 宋孝宗也认可 但是没有辟警飞 问题就出在经费上了 新气急太有脑子了 为了搞经费 搞物料 用了很多非常之法 比如说我之前讲过 军营缺石料怎么办 他跟犯人说 你可以拿石料抵罪 这话一出来 哪怕是太行王武在眼前 估计当时就能平了 当时的长沙马坛 没日没夜的都是踩石头的人 还缺瓦 怎么办 新气急把钱袋子拿出来 发了个布告说 老百姓可以拿瓦换现金 几天的功夫瓦够了 非常之人 用非常之法 非常让人不爽 他的对手就抓住了这个把柄 说他建军营花费太大 搜刮民纸民膏 虽然说宋孝宗欣赏新气急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挺大的 他得平事啊 就给新气急发了一道金字牌 这事我之前讲过 新气急拿到之后 寿而藏之 等军营都建好了 再把金字牌拿出来说 哎呀 这锦牌我受到了 可是您看 我这都建完了 您看这事闹的 这个做法宋孝宗依然认可 可是他在湖南干的这些事呢 就默默被对手 记在了小本本上 当他在江西上饶 建了一座非常豪华的庄园 又把小本本拿出来 你据脸民财 咱说啊 新气急的钱 不见得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 本身宋朝的文官工资就高 新气急脑子又好 挣点钱太容易了 归根结底 他这个人刚愎自用 不好控制 所以在这次弹劾风波中 他失业了 此后二十年 他被迫隐居 先是在上饶 带湖边的架宣庄园里 可能某一天出来溜达 看到了农户一家子 老两口子很恩爱 三个孩子在旁边 大的干活 小的玩耍 这大概率是新气急 旁观到的农村生活 而不是说他带着撒孩子 过这种清贫的日子 后来的事我之前也讲过 简单复述一下 隐居二十年之后 韩托昼尚未做宰相了 他急于立功 就搬出了新气急 想要北伐抗金 新气急当然是想抗金啊 可是时机不对 种种原因 他最终没有上战场 目睹了开袭北伐的失败 开袭三年九月初十 在大喊几声杀贼之后 新气急病逝于千山家中 终年六十八岁 读一首小词 顺便讲讲新气急的经历 听历史古文 就搜七月白泽 咱们下期再见